贝基与阿尼亚丢出的求救信号 成功送入布莱克贝尔家 得知女儿被劫持的贝基父亲慌张至极 丧心病狂的命令集团员工 将全部战斗机和坦克派往校车行驶的一号线 只要能确保女儿的安全 就算将周边以为平地也没有关系 身旁的女管家马莎听到这话 立刻猛击贝基父亲脑壳 提醒他不要随便发动战争 这么做只会刺激劫匪害死贝基 随后安慰哭成荷包蛋的贝基父亲冷静下来 称自己也会跟去现场 并在心里为贝基祈祷平安 与此同时 秘密警察也收到了布莱克贝尔家提供的信息 中尉向长官汇报了校车的行驶路线和目的地 并表示现在可以确定劫匪就是红色马戏团残党 听完此言的长官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他知道这件事关系着警察的颜面 哪怕出现一点伤亡也会被媒体借题发挥大做文章 因此命令中尉要将这件事完全压下去 无论是人还是情报都必须抹掉 还强调制服劫匪才是安保局的最优势项 敢和这个国家对着干的家伙 绝不允许存在下去 接到命令的中尉走出长官办公室 发现尤里正焦急地奔向自己 嘴里还说着什么急娃娃丫头被劫持了 意识到尤里姐姐家的孩子也在车上后 中尉警告尤里不要去现场掺和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孩子的行为根本无法预测 还告诉尤里不要将消息透露给姐姐和市政厅 稍微冷静下来的尤里也点头答应 并在心里告诉自己 阿尼亚的死活不管她事 甚至可以说没了更好 这样对姐姐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然而 想到姐姐因为阿尼亚死掉而痛苦的画面后 尤里崩溃了 说回被劫持的校车内 脖子上被装了炸弹的阿尼亚惊恐万分 一旁的贝基和达米安也被吓得脸色铁青 尤其是贝基边哭边说这不是真的 就在阿尼亚浑身发抖地念叨着 阿尼亚要没脑袋了的时候 劫匪的声音喘入了她的脑中 当然是骗人的 里面别说是火药了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这只是个骗小孩子的恶作剧道具罢了 如果这样还敢乱来的话 那真的只能采取最后手段了 劫匪一边在心里这样想 一边恶狠狠地威胁阿尼亚 不想死就老实点 得知真相的阿尼亚则长舒了一口气 随后神清气爽地蹦回了椅子上 还自言自语地说肚子饿了 这样为其担心受怕的贝基瞠目结舌 在内心感叹起了阿尼亚钢铁般的心理素质 一旁的达米安也被阿尼亚的行为 震撼得目瞪口呆 真真的假的 脖子上被绑了炸弹 怎么还能像个傻子一样淡定 不 她的表情一直都像个傻子 我到底在想什么 冷静点 难道她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家伙 该不会是被杀手抚养长大的吧 达米安惊讶的心声 就这样全部传入阿尼亚脑中 阿尼亚也立刻决定顺水推舟 完成相亲相爱大作战 通过加深达米安对自己的崇拜 实现去他家做客 认识多诺万的目的 决定计划后 阿尼亚再次对达米安 露出了标志性嘲讽笑容 随后猛拍几下脖子上的炸弹 本以为这么做能获得崇拜 却不料此举不但吓得 贝基和达米安魂飞魄散 也让其他同学惊恐万分 同学们都认为阿尼亚是疯子白痴 还在心里咒骂阿尼亚 要死自己去死 不要害了大家 而这些充斥负面情绪的心声 也全都涌入阿尼亚脑中 使其倍感煎熬 见阿尼亚突然一脸痛苦的瘫坐了下去 贝西连忙关心了起来 达米安健壮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认为阿尼亚刚刚坚强到 有些丧心病狂的表现是在逞强 目的是让大家不要害怕 想到这里 达米安突然站起身来 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劫匪面前 把那家伙的炸弹换到我的脖子上 我是国家统一党德斯蒙总裁的儿子 在班上很受欢迎 作为人质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把炸弹放到我身上吧 鼓足勇气的达米安让劫匪颇感意外 阿尼亚则在心里质疑他说的 在班上很受欢迎 就在此时 达米安的心声传入了他的脑海 我可是堂堂德斯蒙家的男子汉达米安 将来要成为政治家 守护这个国家 父亲大人在战争中 也和各种敌人战斗过 我也 我也可以 达米安一边颤抖 一边在心里鼓励着自己 他并不知道 此时一名少女 正以肃软起敬的眼神 望着他的背影 另外 达米安挺身而出的行为 也成功触动了绑匪 绑匪称赞达米安十分勇敢 随后摒着红色麻戏团 一直主张的平等理念 给达米安也绑上了 阿尼亚同款炸弹 就这样 喜提炸弹的达米安 面如死灰的走回座位 迎接他的除了 惊恐万分的两个好兄弟外 还有对他刮目相看的阿尼亚 嘿嘿 子子 我们是一对的 阿尼亚一脸天真的 给达米安展示同款炸弹 气得达米安 说起了自己都听不懂的火星语 可恶 我刚才为什么会想代替这种家伙受罪呀 可恶可恶可恶 不 冷静点 没错 善居高位的人 必须要平等地向国民伸出援手 即使是这种笨蛋 也不例外 父亲大人 也一定是这样杀费苦心的 所以我这么做并没有错 不过冷静下来一想 这种情况意味着我随时会死啊 完全就看恐怖分子的心情 我的脑袋会爆炸吗 脑袋爆炸是没办法成为政治家的吧 也没办法再学习和踢足球了吧 糟糕 好可怕 我还不想死 感觉要尿出来了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我不可以哭 可是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我好害怕 达米安越想越害怕 身体也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就在此时 阿尼亚软软的小手握住了她的手 没事的 不用怕 阿尼亚的声音打断了达米安的胡思乱响 达米安泪眼朦胧地看向阿尼亚 发现她正捂着嘴凑近自己 并悄悄告诉她 劫匪说炸弹是假的 你就放心吧 感觉阿尼亚正在安慰自己的达米安 小脸瞬间涨红 立刻恢复了平常的傲娇状态 一把甩开阿尼亚的手 强调自己才没有害怕 还说阿尼亚的话根本没有根据 贝基则在此时称赞阿尼亚有时候很成熟 听到阿尼亚当即飘飘燃了起来 满脸得意地拍了拍脖子上的炸弹 以证明自己的成熟 结果又把贝基和达米安吓得魂飞魄散 就在二人异口同声地怒斥阿尼亚 是纠集大白痴的时候 校车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 吓得贝基边哭边骂阿尼亚 是超级无敌大白痴 达米安也说自己做鬼都不会放过阿尼亚 但这番震颤显然不是炸弹爆炸 校车很快便恢复了平稳 孩子们庆幸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劫持校车的司机满脸阴沉 因为刚刚的震颤是组车钉造成的 而布置组车钉的人正是警察 此时 警察叔叔已将校车团团包围 阿尼亚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剑校车被警察团团围住 劫匪三人组顿时慌了手脚 车内的学生们则都欣喜的窃窃私语了起来 就在大家都以为自己即将得救的时候 劫匪头目比利突然开了一枪 威胁孩子们五秒内回到座位上 否则就会被打成马蜂窝 孩子们也都被吓得回到座位上 硬硬哭泣 对于目前的处境 劫匪三人组倍感迷惑 女劫匪怀疑是孩子们干的好事 但这个猜测被比利否决 因为在她看来 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就在劫匪们陷入慌乱之时 警察广播的声音传入了车内 我们是巴林特警察 警告犯罪团伙 你们劫持伊点元校车的犯罪行径 已经被我们警方掌握 现在立刻放下武器 警察的广播让比利更加紧张 她询问司机是否能直接开车冲出去 但被司机告知 目前轮胎的状况根本办不到 就在二人无计可施的时候 女劫匪又带来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 安保局的人也来了 喊 安保局那群人才不会管你手上有没有人质 比利边说边在包里翻找东西 随后掏出一叠黑布递给学生们 让他们用这些布将窗帘严严实实地遮起来 否则就当场枪毙 这一举动既能隐藏车内情况 也能防止狙击 令车外的警察们感到十分头疼 就在束手无策的警察们继续播放广播 催促劫匪放弃抵抗乖乖投降的时候 拎着达米安的比例从车内走了下来 你们敢轻举妄动试试 我会拉着这里面的学生 还有另外一辆校车的学生一同上路 听着 我们的要求有两个 一是释放关押在狱中的17名红色马戏团同志 而是让包括他们在内的我们所有人逃到北国 每释放一名同志 我就释放五个学生 让飞机在布兰巴罗机场待命 等人到齐后把他们送到那里 总之 让我们共同努力和平解决问题吧 比例说完 便又拎着达米安回到车内 完全没给警察长官讨价还价的机会 就在警察长官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来自安保局的官员走了过来 警察都给我退下 那些家伙归我们管 和恐怖分子没有交涉的余地 给我做好突击准备 安保局官员指高气昂地开始发号施令 警察长官则对此颇为不满 他提醒安保局官员不要擅自采取行动 应该首先保障人质的安全 而安保局官员显然不会将他的话放在眼里 就像你们警察有义务保护市民一样 我们安保局也有责任保卫国家 向恐怖分子屈服就相当于告诉西边那些家伙 我们是任人宰割的角色 你们难道要为数十名市民 而将东国全体国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吗 安保局官员瞪大双眼看向警察长官 愤怒的警察长官也不甘示弱地指着安保局官员胸口 说内务省已经下令等候 因此自己绝不会让安保局肆意妄为 安保局官员则冷哼了一声 随后告诉警察长官 即希望于谈判就是浪费时间 因为狱中红色马戏团的成员 大部分都已经死了 此时被劫持的校车内 司机问比利为什么刚刚不态度更强硬点 直接威胁警察说日落之前不答应要求 就把学生全杀掉岂不更好 比利则解释说 如果设置时间限制 会给安保局制造强行突破的借口 自己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争取时间 等待学生们的父母向政府施压 二人讨论的时候 达米安正一脸不爽地走回座位 杨总的少年关心地询问他 没事吧 达米安则咬牙切齿地抱怨 刚才太丢脸 要是因此给父亲添麻烦就糟了 还说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而听到这番话的大叔少年比尔 则立刻安慰并鼓励起了他 你在说什么呢 总裁的儿子达米安同学 光是在那种场合没有惊慌失措 就很了不起了 接下来就等大人们前来营救我们吧 我们还只是孩子 能力有限 受到保护一点都不可吃 根本二人组对比尔的话深表认同 洋葱头少年还说自己的父母 应该也能稍微帮上点忙 在朋友们的安慰下 达米安也终于不再纠结 更是开启了比尔的玩笑 说他内心也是个大叔 统一时刻 西国对东科秘密基地内 管理员正与前往调查 劫车时间的大叔特工同话 管理员告诉大叔特工 阿尼亚乘坐的校车 在一号线被警察拦了下来 但另一辆校车还没有消息 因此警方可能不敢轻举妄动 大叔特工则表示 大号土耳其烤肉的特工报告说 自己目击到了一辆校车 沿着113号线南下 而这是一条校车 根本不会经过的路 就这样 管理员将这个消息 以匿名情报的方式 泄露给了东国 接到情报的 正是尤里所在的科室 此时的尤里 正被中尉绑在柱子上 防止他前往现场 听到校车情报的他 立刻申请前去搜查 称自己在目标地点附近 有很多线人 并成功获得调查许可 与线人接头 在对情报进行了一番排查 分析后 立刻锁定目标区域 展开地毯式搜索 最终循着校车轮胎的痕迹 找到了被劫持的第二辆校车 成为这场僵局的突破口 说回阿尼亚所在的校车这边 安保局官员 接到总部发来的联络 要求他们 在获得另一辆校车线索前 暂时待命 并以此推断 不赞成抢硬政策的伊科 也参与进了此次的事件中 显然 伊科就是尤里所在的部门 他们被这位安保局官员 称为政治家的走狗 此时的校车内 很久没上厕所的孩子们 十分难受 见此情况的比利 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 他让想上厕所的孩子 自己站出来 一个个放他们下车 到树丛里解决 听到要去树丛里上厕所 达米安立刻露出了 为难的表情 觉得这样 犹如德斯蒙家名声 洋葱头少年 则顾不得这么多 当即举手要去 比利也没有食言 带他下了车 并警告洋葱头少年 不要逃跑 对此 洋葱头少年的回答 但是达米安少爷身上还绑着炸弹 我怎么可能会逃跑 就这样 洋葱头少年在比利的监视下上完了厕所 事后还抱怨这样子很屈辱很丢人 听闻此言的比利则冷冷地吐槽 这种小事都觉得屈辱的孩子有够好命 还让洋葱头少年 还让洋葱头少年对父母心存感激 值得一提的是 比利带洋葱头少年下车的时候 安保局成员有询问官员要不要狙击 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答案 因为官员觉得既然下手就要将所有犯人一网打尽 否则只会夜长梦多 过了一会儿 哭成泪人的贝基父亲 在管家玛莎的护送下来到了现场 并不停对拦着自己的警察强调 他是布莱克贝尔公司的CEO 这样玛莎十分无语 定玛莎意外的是 现场竟有一位他的熟人 那就是贝基的班主任亨利老师 玛莎很好奇 亨利为什么会在这里 亨利则一脸尴尬地告诉玛莎 自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结果被玛莎吐槽 一个老头子跑来现场也没有用 一番尴尬地寒暄过后 亨利向玛莎讲述起了学生们的状况 说自己很担心 这样拖下去孩子们的身心是否坚持得住 事实证明 亨利老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孩子们的情绪也越来越糟糕 而这些负面情绪也都涌入了阿尼亚的脑海 令他倍感煎熬 对于目前的僵局 杰菲比利也有些着急 他再次打开车门向警察询问答复 警察长官则告诉他 现在正为关押在监狱的三名囚犯 办理各种手续 随后提出将水和食物送进车内 确认人质安全 对于警方的要求 比利没有拒绝 但强调只能派一个学校相关人员送来 警方本打算让警察乔装成教职员工 但这个计划被亨利老师否决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安心 亨利决定亲自去将食物和水送进车里 值得一提的是 得知劫匪统一送食物后 贝基父亲立刻建议将自家主厨做的最高级的料理送进去 但遭到了马莎的拒绝 理由是这么做只会让犯人反感 还是野战口粮比较好 就这样 亨利老师在经过一番搜身后 将贝基家的野战口粮送上了车 看到亨利老师的学生们感动得哭了出来 亨利也从容地教育大家 身为伊甸园的学生 任何时候都要坚韧不拔 敛威不拒 鼓励完学生后 亨利又安抚起了负责这辆校车的同事宿舍辅导员 还向劫匪提出由自己代替他做人质 并得到了准许 值得一提的是 得知亨利自愿当人质的马莎 颇为紧张地骂了句乱来的笨蛋 就这样 亨利老师又和自己的学生们待在了一起 他环顾四周确认孩子们的安全 并发现了脖子上套着炸弹的阿尼亚和达米安 虽然早就从警察那里听到了炸弹的事 但亲眼见到后 亨利老师还是倍感愤怒 确认了学生们的状况后 亨利老师又关切地询问大家 是不是都拿到了水和食物 他很担心孩子们因为情绪崩溃而吃不下东西 直到看到大口嚼着野战口粮的阿尼亚 这一刻 亨利老师回想起了阿尼亚面试时说的话 我会赤手空拳穿越丛林 反复进行与死亡为临的测试来锻炼身心 当时亨利老师以为阿尼亚在吹牛 但现在的他坚信这些都是真的 阿尼亚钢铁般的精神意志就是证明 事实上 车内不紧张的孩子不仅阿尼亚一人 贝基看到自家口粮后 立刻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告诉阿尼亚自己的爸爸一定来了 只要用上坦克之类的东西 一定能把劫匪通通炸飞 闻听此言的阿尼亚立刻兴奋了起来 嘴里不停念叨 主宰世界的贝基家前来营救 一旁的达米安则流着冷汗 吐槽这么做 大家都会被炸飞 最后将野战口粮塞进嘴里 边嚼边说没味道 跟班二人组更是毫不客气的 直接说难吃 这样贝基十分不满 阿尼亚则吃得津津有味 便给出了不好也不坏的评价 看到这几个毫无紧张感的孩子后 赫利老师再次怀疑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孩子们吃完食物后 赫利老师主动找劫匪头目比利 攀谈了起来 询问他有没有小孩 得知比利有个女儿后 立刻开启嘴顿模式 教育比利如果能理解身为父母的心情 就应该立刻让学生们回到父母身边 却不了这番话 非但没能说服比利 反倒是激怒了他 我女儿被政府杀害了 她生前是一名有志青年 你既然是教师 她就应该知道 红色马戏团起源于 宣扬自由与平等的学生运动 我女儿他们当时 只是为保护弱势群体发声而已 对这些只是通过正当手段 表达正当主张的人们 政府却用暴力镇压了他们 体制内的家伙 没有资格对我说三道四 政府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与亨利老师的对话 让比利回想起了那天的事 当时的比利只是个普通的父亲 他每天都为热衷于 参加学生运动的女儿维迪 单惊受怕 并经常因此与维迪爆发争吵 那天也不例外 比利如往常一样 想阻止维迪出门 警告他不要与可疑分子混在一块 最近政府正竭力镇压着游行活动 再这样下去很危险 甚至有可能丧命 但维迪仍和之前一样 丝毫听不进劝告 他强调 红色马戏团不是奇怪组织 他们也没有再做坏事 并表示为信念而死 一点都不可怕 明知有错 却不允许发出反对声音的世界 才是真正的可怕 还说现在依然有很多人 因为政府的不作为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年轻气盛 油烟不尽的女儿 比利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 告诉维迪 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还是个孩子 所以什么都不明白 但这番话 非但没有得到女儿的理解 反倒换来了他坏蛋 敌人的指责 我只是担心家人的安危 这也有错吗 比利无奈地说着 这个问题让女儿维迪 哑口无言 但还是没能阻止其行动 妇女二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再次相见时 维迪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非常抱歉比利 能找回尸体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你作为他的父亲 已经被安保局盯上了 马戏团会帮你打点好关系 让你逃往海外 比利没有回应红色马戏团统治 只是瞪大双眼 呆呆地看着女儿的遗体 眼神渐渐暗淡 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样子 此时的他正看着 沉沉睡去的两个女孩 刚刚关于女儿的回忆 则全都传入了阿尼亚的脑中 到底要和他们僵持到什么时候 让二号车采取行动不是更好吗 失去耐心的司机 打算立刻联系另一辆车的同伴 但这个提议 被比利以通讯会暴露 同伴位置为理由拒绝 并强调另一辆车上的人质 现在是最大的筹码 他并不知道 另一辆车此时已被尤里 及安保局同伴锁定 锁定二号车的秘密警察们 吐槽起了绑匪明知同伴被警察包围 还毫无戒备的状态 随后立刻拟定作战计划 决定趁绑匪离开校车的空档动手 并确定目标劫匪共六人 出手领胡子男之外 均可直接处决 以防目标获得通讯机会 各小队准备就绪后 队长一声令下开始行动 率先击毙两位目标后 立刻投掷催泪弹 见情况不妙的某名保匪大喊 回车里拿小鬼做挡箭牌 结果当即被射杀 首领胡子男则边骂该死 边退后到车门 却不料被一名秘密警察拉住胳膊 而这名秘密警察正是尤里 一把年纪的大叔居然想躲在小孩子后面 真是一点大人样都没有 尤里边说 便揍胡子男 并成功将其活捉 但过程中不小心被绑匪同伙 射中了肩膀 此时正痛得嗷嗷大叫 嘴里还不停抱怨 自己倒了八辈子血妹 为了挤娃娃丫头受这种罪 这样帮他处理伤口的同伴 十分苦恼 这里作者补充了一个设定 那就是尤里动力不足时 对伤害的防御力弱到不行 就这样 二号车的学生在尤里等秘密警察的努力下 全员获救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负责主角校车的秘密警察中卫耳中 得到消息的中卫第一反应是 上头的大人物们就算再不请愿 也会松口采取行动 事实也正如他所料 警方果然接到了上头的电话 让他将指挥权交给秘密警察中卫 秘密警察中卫也礼貌地感谢其配合 称自己会尽快解决问题 姑且还是做做尝试和平解决的表面功夫吧 秘密警察中卫自言自语了一番后 拿起扩音器 以指高气昂的态度 向车内比利等人传达了二号车绑匪 已被击毙的消息 还嘲讽红色马信团计划粗糙 从公园逃走的家伙落网只是时间问题 威胁比利等人 如果不想落得丧命的下场 就乖乖投降 让他们在天亮之前好好考虑 此举直接引发了车内的骚动 得知同伴丧命的司机起得不停拍座位 比利则因为计划失败备受打击 女同班见状立刻告诉她 不要轻言放弃 司机更是提起了比利的女儿 你不是要救出我们的同志 重振红色马戏团吗 你不是要摧毁这个腐败的国家吗 就这么坐以待毙 你女儿会死不瞑目的 司机的话虽然让比利放弃了投降的念头 但却无法令她振作起来 见事已至此 司机只好决定亲自动手 在逼不得已的时候连人质一同炸掉 本来打算冲进平议会政府大楼 但事已至此 只能在那些家伙冲进来的瞬间引爆炸弹 把所有人都炸飞 爆一箭之仇 我要把你们这些国家的蛀虫全都杀光 司机暗暗在心中做好了决定 这些内容也全都传入了阿尼亚脑中 令她紧张万分 几乎是同一时间 秘密警察部队开始了行动 警方质问中尉 为什么不遵守约定天亮在突击 中尉则不懈地反问警方 是不是以为绑匪真的会乖乖投降 随后表示 自己根本不打算 陪这些脑子坏掉的叛乱分子耗下去 并向小队人员下达了 尽量不伤到人质的命令 就这样 秘密警察小队趁夜色开始了突袭 阿尼亚也通过读心术 察觉到了缓缓接近的他们 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被炸飞 阿尼亚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 随后一脸坚定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这样达米安十分吃惊 就这样 想与大家一同获救的阿尼亚 挺身而出走向比利 夜幕降临 只是没有等到阿尼亚回家的约尔十分担心 打电话问学校后 得到了课外学习时间延长的回答 即使如此 约尔依然坐立难安 于是又给有孩子的同事沙伦打电话 结果被告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今天的课外学习已经取消 沙伦家的孩子早就回去了 得知这些后的约尔瞬间紧张了起来 而他所担心的阿尼亚此时也同样十分紧张 因为阿尼亚通过读心术得知了两个恐怖的情报 安保局中尉已经发动强袭 劫匪司机则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为了不让校车被炸飞 阿尼亚带着坚定的信念挺身而出 但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 他本打算将中尉已经发动强袭仪式告诉比利 劝他们立刻投降 但又觉得这么做会让司机立刻引爆校车 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见此情景的比利以为阿尼亚又要上厕所 没好气地告诉他晚点再说 亨利老师也催阿尼亚回到座位上 阿尼亚则在此时想出了一个新主意 阿尼亚肚子又饿了 好想他们再送食物进来呀 阿尼亚想通过放饭时间终止警察的强袭 对其想法一无所知的现场重任 则露出了同款震惊表情 尤其是亨利老师 直接称之为超硬合金心理素质 比利则怒斥他得寸进尺 还威胁阿尼亚不想脑袋被炸飞 就快回到座位上去 却不了再次被阿尼亚刷新了认知 阿尼亚才不怕 这个炸弹一点都不可怕 就这样一言不发 在沉默中死去才可怕 再这样下去大家都很危险 知晓一切的阿尼亚不卑不亢地说着大实话 听闻此言的亨利老师 以为阿尼亚说的在沉默中死去是饿死 于是无奈地告诉他饿一顿不会死 而且大家还不至于这么饿 但他显然无法说服阿尼亚 甚至令阿尼亚说出了 就算搭上性命也不退让的豪言壮语 这也让比利想起了女儿为敌 因为他也曾说过 为信念而死一点都不可怕 现在也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我绝不放弃 就算搭上性命 你这家伙给我闭嘴 给我下车 我单独放你一马 比利边狠边卸下阿尼亚脖子上的假炸弹 企图将其丢下车去 阿尼亚则通过读心术得知了比利放过她的真实原因 自己在这里会动摇她的决心 于是阿尼亚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就不下车 就不下车 阿尼亚还想再吃一次刚刚的食物 阿尼亚任性的胡闹再次震惊全场 达米安偷偷吐槽她 居然那么喜欢吃那种难吃的食物 比利则彻底被颠覆三观 她本以为伊甸园校的学生们 都是自私自利的特权阶级 但达米安洋葱头少年和阿尼亚 接连扇了她响亮的耳光 面对拒绝下车的阿尼亚 三观被颠覆的比利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这家伙 该不会在家里没饭吃吧 比起被炸弹炸死 他更害怕饿死在家里吗 我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然而然地觉得 伊甸园校学生 人人家境优渥的 他刚才不是说 大家都很危险吗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像他这么惨 连德斯蒙家的孩子都没饭吃 德斯蒙下来后 竟落魄到如此田地 我潜逃到海外这段时间 东国经济 竟然萧条到这个地步了吗 这些学生们 岂是过得很辛苦吗 然后这家伙 竟然带着脑袋开花的觉悟 为大家挺身而出 越想越离谱的比利 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阿尼亚 随后试探性地询问他 为什么要为全班食物 做到这个份上 是不是被班里同学威胁了 阿尼亚则在小脑袋瓜里 飞速思考着名人名言 最后选出了一个 合适的答案 阿尼亚这么做 是为了创造孩子们 不会哭泣的世界 阿尼亚一本正经地 盗窃父亲的理想 对此一无所知的众人 则第三次被震惊的 目瞪口呆 比利更是在心里惊呼 这孩子太伟大了 并立刻反省起了 自己擅自给学生们 贴上了特权阶级标签的行为 喂 你到底怎么了比利 你该不会忘记 你女儿的事了吧 让他们也体会体会 失去孩子的心情吧 这才是所谓的平等 司机说着 掏出枪指向阿尼亚 亨利老师见状 立刻挡在阿尼亚面前 比利则静静回想起了 女儿为敌 我怎么可能忘记 不 不对 是的 我忘了 比利回忆起了 曾经一脸抓伤 回到家的女儿 当时的她 去给附近的猫咪喂食 结果发现大个子猫咪 想将小个子猫咪的食物 全部抢走 于是伸手阻拦 结果被大猫抓伤 比利告诉女儿 弱肉强食的世界就是这样 让她不要管这些 女儿则反驳说 自己知道这些道理 但即使如此 也不希望看到有谁哭泣 面对善良的女儿 比利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随后突然反应过来 她喂猫的食物是从自家厨房拿的 于是无奈地告诉女儿 家里也不宽宇 女儿却说自己之所以变成这样 完全是比利的责任 因为比利从小就教她 要奉献而不是索取 与其互相扯后腿 不如为彼此伸出援手 还说正是父亲的教育 让她对这样的自己感到自豪 我忘了 我忘了 不 就这样 比利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投降 并表示整起事件都是自己独自策划 另外两名同伴也是受到胁迫 才服从于她 希望警方对二人从轻处理 令比利没想到的是 司机远比她想象中更为极端 看到比利投降的司机 一边大骂一边驱车狂奔 甚至甩下了女性同伴 警官见状立刻嘱咐装甲车将其阻拦 但司机仍不打算束手就擒 抓起阿尼亚当人质 在警察和军队面前挥来挥去 然而 人质对秘密警察中尉来说毫无异议 就在中尉下令 不必在意阿尼亚 直接瞄准司机 将其击毙的时候 一个人影踩着士兵脑袋 飞到了司机头顶 他正是被机家的管家 退伍老兵马莎马里奥特 等司机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马莎用哔哩哔哩手枪电倒 阿尼亚也成功获救 就这样 校车劫持事件顺利解决 新闻也报道了 红色马戏团劫持校车 监禁学生 治安当局迅速平息事态 抓获全部嫌犯 人质无人受伤的新闻 伊甸言校授兴仪式正式开始 校领导庄严地站在讲台上 对面是在校车劫持事件中表现不俗的阿尼亚 北极 达米安和比尔 为表彰他们的勇气 智慧和精神 四人均被授予星星奖励 得到嘉奖的四人反应也各不相同 首次获星的比尔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北极亦是如此 累计获得两颗星的阿尼亚 则得意地表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儿童为二星学生的达米安却没有那么开心 他说自己根本就没做什么配得上星星的事 听到两个跟班说 憋不住史记话很出色后 更是让他们闭嘴 小阿尼呀 小阿尼呀 我听说好像有报社想要采访我们 我们要是出名了的话可怎么办呀 人家想作为歌手出道 贝基兴奋地说着 但下一秒便被亨利和格林老师打破了幻想 他们告诉贝基 校方出于安全考虑拒绝掉了采访 当局也千丁万主 不能让孩子接受采访 毕竟安保局可不想让自己的功劳被孩子们抢走 事实上 在这样一起事件中 没有一名孩子受伤的结果简直堪称奇迹 说回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刻 将犯人禁署抓获后 警察立刻进行善后工作 安保局则在确认所有人员生还后 解除了情报管制 达米安也是此时被取下了脖子上的假炸弹 并十分逞强地表示自己是德斯蒙家的男子汉 完完全全没在怕的 确认全员安全后 警方联系了学生家长 亨利也告诉大家 今天寄宿生也可以回家住 就在此时 一个哭着大喊贝基的中年男人声音 由远及近传来 他正是贝基的父亲 见到父亲的贝基和他相拥而弃 还问起了母亲在哪 父亲则告诉他 母亲正在家里担心他的安全 因为自己不让妻子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就这样 以贝基为首的孩子们 纷纷被父母接回了家 现场只剩下了达米安和阿尼亚两个人 达米安看着阿尼亚 脑中浮现出了他牵着自己的手 说不要怕的画面 而后小脸一红 扭扭捏捏地称赞阿尼亚真的很厉害 还为自己之前总是嘲笑他道歉 与达米安相比 阿尼亚就坦率得多 听到达米安称赞自己后 立刻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自己也很帅气哦 要求劫匪把阿尼亚的炸弹 换到自己身上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一个英雄 阿尼亚的话 让达米安瞬间战红小脸 激动地表示自己的行为很正常 并没什么大不了 为朋友挺身而出 天经地义 而听到达米安将自己成为朋友的阿尼亚 则瞬间瞳孔地震 因为对他来说 这意味着好朋友大作战 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啊 阿尼亚终于和次子成为好朋友了呢 摩天 对不起 这场胜负看来是阿尼亚赢了 阿尼亚得意地自言自语令达米安倍感迷惑 还质问他是不是幻听了 自己只是说朋友而已 还没到好朋友的程度 阿尼亚却对此毫不在意 自顾自地向达米安提出了诉求 明天就去德斯蒙家玩 并立刻遭到了拒绝 哎 朋友不是会到对方家里玩 介绍双方父母认识 然后讨论和平的话题吗 阿尼亚的问题 再次让达米安感到迷惑 他直言 没人会突然招呼朋友来家里玩 更不会介绍父母认识 讨论什么和平话题 而后话锋一转 斥责阿尼亚和别人一样 都是冲着德斯蒙家的名头 接近自己 并表示这样的人才不算朋友 令阿尼亚大受打击 话说回来 你也该明白了吧 我家没人来接我 就算巴结我 也没办法和我父母 盘上关系的了 达米安看着 被父母接走的同学背影 落寞地说着 听闻此言的阿尼亚 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此举再次让达米安 张红小脸不知所措 还不爽地提醒阿尼亚 你也没人接 看到两个孩子 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善良的警察走了过来 表示自己可以送他们回去 听说可以坐警车的阿尼亚 当即哇哭哇哭了起来 就在此时 一个喊着阿尼亚名字的身影 已经闪至其身后 她正是约尔 见到女儿的约尔 立刻凑上前去 关心阿尼亚的状况 说自己到处打听 阿尼亚下落的时候 看到了绑架校车的新闻 于是立刻跑了过来 还询问阿尼亚 有没有被刀刺 被枪击 被压扁 被撕的粉碎 阿尼亚则一如既往地 笑着说自己没事 随后后知后觉的 开始浑身颤抖 眼泪随即夺眶而出 大叫母亲冲向约尔 并被约尔轻轻地 抱进怀中 好了好了 已经不用怕了 非常抱歉 我来迟了 约尔摸着阿尼亚的脑袋 安抚着 自己的眼角 也流下了泪珠 见此前景的达米安 傲娇地表示 这样训报了 阿尼老师 则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看到了 阿尼亚和年龄相符的一面 知道他并不是 完完全全的 超硬合金精神意志 并因此彻底放下信赖 与此同时 远处两名突击队员 也看着阿尼亚母女 窃窃私语了起来 哎呀 真没想到 都不用突击部队出动 事件就得以解决了 亏你还火速赶了过来 看来是白跑一趟咯 声音年长一些的突击队员 调侃着身边的同伴 同伴则如是重负般 长虚了一口气 说既然事件圆满解决 那自己就先回去了 毕竟待在这个到处 都是安保局人员的地方 容易未穿孔 没错 这名突击队员正是黄昏 身边调侃他的同伴 则是西国大叔特工 大叔特工问黄昏 要不要加入到 与老婆孩子感人的重逢中 黄昏却表示 莱埃德现在正在出差 就算闻讯赶来 也不会这么快 这时候出现在母女面前 容易被人怀疑 因此自己还是回家 做女儿喜欢吃的东西比较好 而这些内容 也全都通过读心术 传入了阿尼亚的脑中 得知父亲已经赶来 还打算给自己 做汉堡牌的阿尼亚 十分开心 一旁第一次见到达米安的 约尔 则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来的路上 看到了达米安母亲 梅琳达的车 虽然被自己超过去了 但应该没多久 就回到这里 果然 约尔的话音刚落 梅琳达便喊着达米安的名字 焦急地冲向儿子 看到母亲专门跑来的达米安 狠身颤抖地哭了起来 梅琳达则像约尔一样 将自己的孩子抱在怀中 不停道歉 她的心声 也全都传入了阿尼亚的脑中 啊 达米安 我心爱的达米安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我我 我可爱的达米安 梅琳达充满及时感的心声 让阿尼亚想起了尤里 并嫌弃地打了个宝格 面对母亲的达米安 则依然在逞强 不停强调 自己一点都不害怕 哭是因为没有去城博物馆 很难过 还让母亲千万不要 把自己哭鼻子的事 告诉父亲 因为自己不想让父亲 操多余的心 而原本温柔安抚儿子的梅琳达 则在此时脸色周边 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 你才是 绝对不可以告诉那个人 我来过这里 我们说好了哦 梅琳达像丧尸般 缓缓站起身来 神情异常恐怖 其混乱而矛盾的心声 也在此时传入阿尼亚的脑海 怎么没死在这儿啊 汤米安你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只要这孩子消失 我就 逞强的样子 实在太热真恋爱了 真是碍眼 我的宝贝 我的诅咒 回家后 就久违的亲自下个厨吧 你这崽子 就自己一个人滚回去吧 我爱你大明安 一点都不重要 星光阿尼亚 星光阿尼亚 音效车事件 在此火星的阿尼亚 一边哼歌 一边吃早餐 还把青椒全都剩了下来 尤尔健壮 立刻提醒他 不要挑食 结果被阿尼亚告知 自己是星光阿尼亚 不吃也没关系 但是什么百里 给我吃掉 虽说摘的星星 确实很了不起 但鲁莽的挺身而出 对抗犯人 可不是什么 值得称道的行为 老埃德肯定阿尼亚 出色表现的同时 纠正起了他的错误行为 约尔也赞同 不能做这么危险的事 阿尼亚则告诉他们 老师也这么说过自己 而后老埃德又提起了 阿尼亚向杰肥所要食物的事 阿尼亚只好解释说 自己当时太饿了 于是约尔连连道歉 称一定是因为 自己早餐做的营养不够 就这样 夫妻家的早餐时间结束了 准备开车送阿尼亚上学的老埃德 觉得虽然这孩子 现在看起来没心没肺 但那种经历对他来说 肯定不会没有影响 因此要慎重地给予关怀 却不料上了车的阿尼亚 竟唱起了吐槽歌 父亲的老爷者 婆婆又懒懒 比小车还下载 真别去啊 别去啊 北极家的车子 宽敞又明亮 还会闪闪发光 适合星光 阿尼亚 阿尼亚的歌声 让老埃德确定 绑架事件 没对这家伙 造成任何影响 并立刻让他闭嘴 同时在心里吐槽 习国对东科预算有限 随后阿尼亚又聊起了警察送自己和妈妈回家 听说此事的老埃德立刻为没能及时去接他们道歉 知道父亲就在现场的阿尼亚则表示没关系 随后看着街边走在一起的一家三口突然想到了什么 父亲 家里有人来接 说明家庭关系很好吗 阿尼亚突如其来的体问 让老埃德有些意外 他告诉阿尼亚 一般来讲就是这样 毕竟那种情况 大部分家长都会来接 随后询问阿尼亚为什么这么问 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因为阿尼亚此时正在思考 达米安母亲梅琳达的诡异心声 并产生了次子家好古怪的想法 发现阿尼亚沉默不语 老埃德立刻进入了胡思乱想模式 果然他还是对我没去接他的事耿耿于怀 对了 这家伙之前在孤儿院里恐怕也跟其他孩子一样 每天盼星盼月 却始终等不到接自己的父母吗 看来他内心的创伤至今都没有痊愈 必须抚平他内心的创伤 否则会妨碍到作战 可是该怎么做呢 老埃德复杂的心声全部传入阿尼亚脑中 阿尼亚也立刻抓住这个好机会 告诉老埃德自己突然好想吃蛋糕 于是老埃德立刻答应 说放学就买最好吃最贵的那种 不出意外 这笔钱应该也要算到西国队东科账上 此时的伊甸园校内 亨利老师边泡茶 便关心卷入事件的宿舍辅导员老师 辅导员则坦言自己现在想起来还会浑身发抖 于是亨利立刻提出可以帮他介绍一位靠谱的精神科医生 并表示无论是孩子们还是作为孩子后盾的老师 身心健康都很重要 学后二人又聊起了昨天气氛紧张的家长说明会 亨利说安保局的人到场后就变成了不由分说的气氛 并表示家长们的不安和愤怒都理所当然 而校方的职责就是尽最大努力 做好包括学生在内的安抚和保障工作 二人聊天的时候 达米安已经在管家的护送下来到了学校 并与两个小跟班会合 杨从头好奇地询问达米安回家感觉如何 于是达米安回忆了一下短暂的居家生活 虽说是回了家 但陪着他的还是以吉布斯为首的管家仆人们 梅琳达早早便回到了自己的宅地 值得一提的是 梅琳达回去前叮嘱吉布斯等人不要多罪 但吉布斯并没有完全听从他的命令 而是在达米安面前先强调自己再自言自语 随后表示桌上的美食都是梅琳达亲自下厨为达米安做的 这似乎让达米安有些意外 总之就那样一般般吧 达米安一如既往的傲娇 习惯了其说话方式的小跟班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随后抱怨起了又要开始的宿舍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 从达米安踏入校园起 就一直有人主动对他打招呼 虽说这种情况以前也有不少 但这次明显更多 有两个女生还会因为达米安回了去早上好而欣喜万分 原来 达米安在三班和四班学生眼里已经成了救世主班的存在 与他一样在绑架事件中表现不俗 获得星星的贝基和阿尼亚也是如此 刚和达米安打完招呼的两个女生 见贝基走来立刻赢了上去 称赞他居然能想出SOS作战真是太厉害了 看到阿尼亚走来后更是大喊着阿尼亚殿下拥了上去 这令贝基和达米安二脸震惊 阿尼亚则乐在其中满脸得意 还强调自己是双星闪耀阿尼亚 于是两个女生又改称他为双星闪耀阿尼亚殿下 还夸赞他对抗犯人的样子非常神勇 除了这两个女生之外 像那其他男女同学也对阿尼亚充满敬仰 很多以前说他坏话的孩子更是纷纷道歉 并采访阿尼亚为什么不怕炸弹 怎么说服的犯人 还邀请他一起走去教室 就这样 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阿尼亚飘了 阿尼亚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怎么办 阿尼亚太受欢迎了 说不定能交到一百个朋友 朋友这么多 嘿嘿嘿 阿尼亚说不定能征服世界 胡思乱想的阿尼亚表情逐渐嚣张 见此情景的达米安立刻自言自语地吐槽 阿尼亚像个傻瓜一样 一被吹捧就得意忘形 结果被一旁的背基讽刺 这是嫉妒 还提醒他 大家都通过这件事 知道了阿尼亚的魅力 如果再不抓紧 小心被人劫足先登 这样达米安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躁感 意识到自己焦躁起来的达米安 瞬间脸红 随后疯狂否定情绪 在心里强调 自己才没有对那种小端腿有半点意思 并大声贬低 正被同学簇拥的阿尼亚 切 说服个屁啊 就只是贪吃的庶民 在那里大喊大叫罢了 犯人为什么会就此投降 才更令人费解 达米安的嘲讽 令阿尼亚颇受打击 但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 对阿尼亚的态度 甚至加剧了对她的崇拜 听说阿尼亚是庶民后的孩子们 纷纷感叹 能考上伊甸园的庶民真了不起 能够证明对抗歹徒的庶民好强大 还说自己也想变成这样坚强的庶民 问阿尼亚怎样才能成为庶民 庶民早上都吃什么 阿尼亚也如实相告 说自己今早吃了母亲做的黑漆漆不明物体 和尖刺刺不明物体 每天早餐基本都是这样 这样学生们大为吃惊 接连赞叹 庶民原来每天都要这样锻炼肠胃 真是不想变强都不行 只有达米安的两个小跟班 对此十分不屑 嘲笑父母亲自下厨做饭的家庭真穷酸 但这番话遭到了达米安的反对 相信母亲特意为自己 做了一桌子美食的达米安 尴尬地反驳说 父母亲自下厨也没什么不好 听了这话的小跟班 则立刻表示 达米安最近似乎有点过于宠溺阿尼亚 而此时的阿尼亚也突然想起 达米安之前让妈妈为自己保守秘密 不要将哭鼻子的事告诉她爸爸 并从梅琳达复杂的心声中归纳出 她是个不喜欢软弱小鬼的妈妈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想法 让达米安觉得模仿阿尼亚就能变强 并以变强为目的 带着她爸爸来阿尼亚家做客 哼哼哼 发现了方案毕好朋友大作战的盲点 阿尼亚一心想着去次子家 却忽视了把次子叫在家里 没错 这波是方案毕的反向操作 其名B方案 想次子展现阿尼亚家强大的一面 决定先锋案的阿尼亚再次露出计划通事笑容 随后继续给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强大 说她每天都抱着必死的觉悟吃早餐 只要这样坚持修行 就能成为不哭鼻子的坚强孩子 被同学评价为硬和狠人后更是偷瞄身后的达米安 而此时的达米安则一脸呆滞 因为她知道阿尼亚在吹牛 上次她哭得超大声 那还有其他秘诀吗 话说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在同学们满满憧憬的追问下 阿尼亚开始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继续编造谎言 说自己每天都要被父亲强迫 进行魔鬼般的学习训练 但这次并没有让同学们感到惊异 大家都说这很普通 自己家父母差不多都是这样 于是阿尼亚又将购物时 自己强烈要求拿零食 还被罗埃德提醒结账前别吃掉一事 说成每次超市购物 自己都会拿很重的东西 这波吹牛反响十分强烈 大家要么感叹 阿尼亚居然在做肌肉训练 要么感叹 她居然会亲自买东西 就这样 阿尼亚在众星捧月中 越吹越离谱 什么每天用一百公斤牙刷刷牙 一百度废水泡灶 每天和白色巨兽战斗 听了这些的好闺蜜贝基 不免有些担心 为了不让阿尼亚再次被当成骗子 贝基决定亲自动手终结话题 于是立刻插话 说自己觉得阿尼亚的强大秘诀 在于母亲的特训 毕竟阿尼亚的母亲超级强大 自己就作为土地 偶尔接受她的训练 这样同学们又产生了 庶民母亲很强的认知 好奇心也从阿尼亚转到了约尔身上 纷纷询问阿尼亚能不能去她家玩 接受约尔的特训 而对于这样的情况发展 阿尼亚自然十分不爽 甚至怀疑贝基是母亲派来阻挠自己的间谍 强烈的嫉妒心重浑了阿尼亚的头脑 以至于她满脑子都是战胜母亲 完全忘记了让达米安来自己家 这一作战目的 母亲才不会教你们呢 就算来阿尼亚家 也根本不会变强哦 说起来母亲现在脖子骨折了 正在休息中 作为代替阿尼亚来教你们 阿尼亚边说边摆出出拳姿势 其离谱谎言也再次让学生们感叹庶民之强大 随后一同模仿起了挥拳动作 还都说自己受益匪浅 就在此时 达米安的声音传来 听 蠢死了 我劝你们还是成长办 跟那种家伙做朋友 只会有损自家名誉 达米安不懈地劝告着 模仿阿尼亚的学生们 两名小跟班也纷纷附和 见此情景的阿尼亚立刻表示 次子也想打击自己人气 发现阿尼亚用了野字的背机 迅速解释说自己和达米安不一样 完全是出于阿尼亚考虑 还说达米安应该是吃醋了 彻底忘记作战 满脑子都是自己人气的阿尼亚 已经开始骂达米安是讨厌鬼 大混蛋 并当即遭到了达米安的反击 你说什么 我才最讨厌你这家伙了 你这笨蛋 笨蛋 短腿挂合字 还是我的丑八怪 贪吃鬼 是厉女 老妈是大猩猩 老爸是行为医生 达米安红着脸激动地咒骂着阿尼亚 并赢得了小跟班们 嘴炮能力提高的称赞 被骂的阿尼亚则瞬间满眼泪花 见此情景的学生们纷纷表示 还是德斯蒙家比较厉害 竟然能让硬核狠人庶民破防 这样再次深受打击的阿尼亚 直接嚎啕大哭了起来 咋不是 阿尼亚才是最强的那个 阿尼亚还想征服世界的说 阿尼亚边哭边胡言乱语 贝西见状连忙上前安抚 让他冷静下来 杨松头跟班则已经开始 为达米安庆祝胜利 但达米安却有些不知所措 脸颊再次张得通红 随后扭扭捏捏 吞吞吐吐地向阿尼亚道歉 拜托他别哭了 下次自己会带来糖果点心来赔罪 于是阿尼亚立刻止住了哭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糖果点心的缘故 两名小跟班则一脸震惊 完全不知道达米安这么做的原因 这 才 才 才不是那样 话说唱个联想了 快点去教室吧 烦死了 这是 那个啦 敢于承认错误 陪礼道歉的人才更强大 所以是我赢了 达米安尴尬地为自己道歉打圆场 这一解释也得到了跟班们的拥护 但阿尼亚却执着地表示 自己才没有输 于是二人又扮起了嘴 啊 阿尼亚更强大 哪里强了 还不是在哭鼻子 阿尼亚没有哭 此次才是 家里人来接的时候 哭得一塌糊涂 什么 你这混蛋 别说出来啊 话说你还好意思说我 明明自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阿尼亚才没有哭 阿尼亚很可爱 从来都不流鼻涕 真让人火大 你这家伙 就这样 对两个英雄幼稚的吵架 失去了兴趣的同学们 纷纷走向教室 吵得难分难解的二人 则爽爽迟到 夜晚 一名男子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他正是55岁的 塞西尔宿舍辅导员老师 托马斯·奥斯汀 此时的托马斯老师 浑身颤抖 满身冷汗 显然 他对噩梦稀有余计 但与他分床睡的妻子 非但没有起来关心 反倒是抱怨托马斯 大半夜吵死了 听闻此言的托马斯 也连连道歉 而后悄悄来到厨房 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 事实上 托马斯这阵子 都在被噩梦困扰 他觉得这是 校车解释事件的后遗症 于是决定去找 亨利老师推荐的 精神科医生看看 就这样 托马斯来到了 巴林特综合医院 并得到了 老埃德复节的接诊 您好 奥斯汀老师 感谢您前来找我商量 老埃德露出亲切的 营业笑容 为托马斯递查 托马斯也立刻进入正题 惭愧地表示 自己最新饱受失眠困扰 很可能是因为 之前的劫持事件 于是老埃德立刻安慰他说 经历如此可怕的事情 这是正常反应 和是不是大人 内心脆不脆弱 毫无关系 还说自己的女儿 也被卷入此事 所以可以和托马斯 感同身受 并鼓励他和自己一起 努力恢复往日的生活状态 这一番话 让托马斯不禁感叹 老埃德真是个好人 还了解了 伊甸园校的孩子们 也由老埃德团队 进行心理治疗等事 老埃德则在内心算计着 这次接诊的好处 托马斯作为一个 教龄30年的宿舍辅导员老师 从伊甸园校毕业的学生 估计有很多人受过他的关照 因此卖个人情 绝对不会有什么损失 就这样 接诊持续进行着 您还记得噩梦的内容吗 如果回想起来 会让您感到痛苦的话 那不必勉强 不 内容倒是完全不记得了 那么会在脑海中 闪现事件当时的情景吗 嗯 这个好像也没有 除了做噩梦之外 我还会手脚发抖 白天疲乏无力 甚至会无缘无故的烦躁不安 这些症状是在事件发生后 才出现的吗 我想应该是的 是这样没错 老埃德一边问诊 一边观察着托马斯 但将对话的内容 眼神 动作 语调 与周围情况信息 整合到一起后 却总感到一阵小小的违和感 如梗在喉 此时坐在对面的托马斯 则越发紧张 他颤抖着询问老埃德 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 是否还能继续当教师 并袒露了自己对丢工作的担忧 老埃德则耐心地安慰他 不用担心 如果只是急性应激反应的话 通常会随着时间推移 自然恢复 慢慢改善就可以 这样托马斯终于松了口气 就这样 今天的接诊结束了 劳埃德给托马斯开了些药 还教了他一些放松方法 并约定下周四复诊 托马斯走后 来递交这周日程安排的菲奥纳 来到了劳埃德的办公室 并立刻指出托马斯刚刚在说谎 劳埃德则表示 他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在撒谎 值得怀疑 并拜托菲奥纳调查 菲奥纳则默默在心里 记下了这次与劳埃德对话的时间 28秒 复诊的日子到了 托马斯告诉劳埃德 自己这阵子症状没有丝毫改善 还提到昨天在噩梦中身影的时候 又被妻子骂他很吵 注意到这一点的劳埃德 立刻追问托马斯和妻子在一起多久了 最近有没有什么对话 被问到这些的托马斯则显得有些紧张 如实相告说他们是20年的夫妻 最近的对话简先于妻子说自己很吵 结果立刻被劳埃德反驳说 这根本不算对话 得知托马斯没把自己来医院的事告诉妻子后 劳埃德又追问其中的原因 却不了托马斯竟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因为害怕呀 我已经很没用了 要是更加没用的话 不知道会被他怎样奚落 见托马斯越说越低落 劳埃德立刻安抚其情绪 称自己觉得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教师 随后直接嵌入正题 称自己在过去一周里 向托马斯周围的人打听了以下他的情况 并发现了一个被托马斯隐瞒的真相 他的惊恐症状在事件发生前好几个月就出现了 被戳破谎言的瞬间 托马斯仿佛陷入噩梦般 浑身颤抖冷汗直流 劳埃德说的没错 在校车劫持事件之前 托马斯的状态就很差了 但托马斯却并不愿意承认这点 宁愿相信自己的恐惧都是校车劫匪造成的 见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恐惧根源 劳埃德索性直接道破了真相 托马斯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需要被迫面对超越恐怖分子的恐惧 这股恐惧的来源正是他的妻子 像你这种一点生产力都没有的人 还是举报到安保局 让他们把你处理掉好了 洗衣服的时候顺便把你那沐浴脑袋也洗洗 会不会就变得灵广一点了 晚饭就用你身上的肥肉剁一剁 做成汉堡牌吧 毕竟你总说吃什么随便 少了你那烦人的磨牙声 我反而能睡个好觉 你就算在医院待一辈子 也没有问题哦 祝愿为你自己承担 妻子的恐怖声音在托马斯脑海中回响 吓得托马斯惊恐的大叫起来 不得不承认自己比起恐怖分子更害怕妻子 并绝望的询问劳埃德自己该怎么办 劳埃德子告诉他 每个人害怕的东西都不一样 克服恐惧的前提是坦诚接纳自己的恐惧 而后直面作为恐惧对象的太太 与他进行沟通对话 却不料一提到沟通对话 托马斯就被吓哭了 直言自己根本办不到 因为无论说什么 妻子都会以叹气作为回答 虽然托马斯搞不清楚自己的问题 但老埃德其实对此一清二楚 他通过菲奥纳的调查报告得知 托马斯作为丈夫也并不称职 比如今年日望得一干二净 家务育儿方面什么都不管 袜子脱了随地乱丢 婆媳问题不想着解决等等 维系夫妻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我在家里也总是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但您不能只看妻子眼色 您平时有在试着通过说话音调揣摩对方心情吗 除此之外 呼吸速度 眨眼次数和脚步声音等细节都可以获取到信息哦 老埃德越说越离谱 托马斯只能感叹他好厉害 菲奥纳则在心里吐槽 正常人根本办不到 事实上 托马斯不仅办不到这些 就连老埃德给他的普通人建议 向妻子真诚地传达歉意 认清自己在家庭内的职责所在 认真做自己能做到的事都办不到 托马斯直言 自己每次为改善夫妻关系做出努力都适得其反 因为他在妻子面前不敢说话 还浑身发抖 什么事都会办杂 郑立老埃德不仅感叹 他对老婆的恐惧之深 并开始对托马斯进行克服恐惧的催眠治疗 他让托马斯躺在沙发上放松身体 回想自己觉得妻子最恐怖的场景 结果发生了接下来的一幕 啊 不要了 别一边拿着菜刀 一边用那种眼神看我 快住手啊 不要把眼醋往我眼睛里塞 上次吃掉你的布丁是我不好 我道歉 对不起啊 就这样 今天的接诊结束了 托马斯走后 老埃德一脸疲惫的感慨 普通夫妻真不容易 袜子布丁都能引发战争 门口的菲奥纳此时的先生则是 如果是我一定会和前辈举案齐眉 相敬如宾 这之后 托马斯迈出了和平的第一步 可以和妻子进行一点点交流的他 第一时间跑来医院感谢老埃德 老埃德也对此颇为欣慰 清晨 垃圾堆般的卧室内 闹钟突然响起 随即立刻被女主人一记猛拍 闭上了嘴 被吵醒的狗狗见主人又呼呼大睡了起来 便开始扯她的被子 就这样 钢铁淑女谢尔维亚摄武德赖创失败 几乎没怎么收拾自己 便打着哈欠去西国驻东国大使馆上班 结果还是一如既往地迟到了 在外交官同事眼里 谢尔维亚是个神经大条 并且十分不修边幅的女人 今天的她和往常一样丢三落四 将下午的会议资料忘在了家里 衣服上还沾着早已干掉的意大利面 不仅支加油掉了 头发也翘了起来 同事总是好心地提醒她 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但西尔维亚却从没听进去过 她告诉同事自己要去拿点资料 结果立刻被拜托 别把资料室弄得乱七八糟 事实上 西尔维亚并不是真的要拿资料 而是去自己另一个工作地点报到 她熟练地按了几下电梯密码 抱怨了句累死了后 便来到了西国对东科所在楼层 电梯门打开后 西尔维亚换掉眼镜 散开头发 摇身一变就成了气场全开的管理官 下属们也都对她十分尊敬 纷纷围在其身边汇报工作 并在雷厉风行的指示下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然而 即使是身为管理官的西尔维亚 也依然无法改掉自己不修蝙蝠的毛病 此时的大叔情报员正静止向她走来 并将本涉事内残留导致损害的报告书 摔在了西尔维亚面前 管理官 不要把什么喝一半的咖啡 吃一半的点心随手乱放 到底要说几遍你才懂 脏死了 而且还会引来老鼠 你总是喝咖啡喝到一半 就跑去冲一杯新的吧 这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坏习惯呀 你实在是太随便了 大叔情报员愤怒地控诉着西尔维亚 西尔维亚却表示自己没那个功夫收拾 还说大叔情报员烦死了 吵死了 与其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如把精力放在对付东国间谍上 就这样 二人争吵了起来 其他情报员似乎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都装作没听见埋头工作 觉得大叔情报员很烦的西尔维亚 则带着一肚子抱怨回到了外交官办公室 这里的同事友好的邀请他一起去吃饭 但被西尔维亚以自己要带狗狗散步 顺便回趟家为理由拒绝 事实上 西尔维亚是打算借遛狗与黄昏碰面 打开家门的西尔维亚 发现爱犬阿龙正在室内狂奔 但下一秒便因为踩到地上的废纸 重重地摔在了柜子上 见此情景的西尔维亚立刻蹲下身来 一边收拾废纸 一边对阿龙道歉 还说自己以前明明没这么邋遢 看着眼前垃圾堆一般的房间 西尔维亚不仅回忆起了过去 那时她的房间不仅干净整洁 还充满了丈夫和女儿幸福的笑声 后来 一个人待久了的西尔维亚觉得无所谓了 就再也没怎么收拾过房间 收拾真是麻烦死了 回来再说吧 走了 就这样 西尔维亚带阿龙来到了狗狗公园与黄昏会合 并看到了狂奔的阿尼亚和邦德 西尔维亚与黄昏 以间谍场用的樱化不一致方式交流 嘴上在闲聊 嘴型却是工作 她问黄昏为什么把阿尼亚也带来了 黄昏则表示 因为学校下午停课 阿尼亚缠着自己陪她玩 完全没有办法 而后问起跟踪西尔维亚的人呢 并被告知已经被甩掉了 真是只活泼的狗狗啊 黄昏边说边抚摸阿龙 并从其项圈中取出了一个纸条 阿龙似乎也对她很亲近 不停舔起脸颊 西尔维亚告诉黄昏 纸条上是下周的追加任务 黄昏也只能一如既往地抱怨 领导还是老样子爱使唤人 而后西尔维亚又问起 梅琳达那边情况如何 是否能派上用场 但未告知目前还不好说 就连校车劫持事件 都没看到夫妻俩一起来 就在二人聊工作的时候 看到西尔维亚的阿尼亚 突然跑了过来 还说西尔维亚的狗狗 看起来很厉害 随后立刻被黄昏教育说 要好好和人打招呼 此时 黄昏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狗 就是之前恐怖分子 企图暗杀布莱斯外长的炸弹狗 西尔维亚也确认了他的猜测 还说自己现在 对这只狗狗疼爱有加 以至于黄昏不禁在心里感叹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当然 他们二人的交流 全都没逃过阿尼亚的独心术 值得一提的是 黄昏认出阿龙的同时 阿龙也认出了邦德 还主动和邦德打招呼 说好久不见 但换来的却是邦德的 你哪位 备受打击的阿龙嗷嗷抗议 不知道他为啥激动起来的西尔维亚 连忙表示不要吵架 而后打算结束这次会面 就在他拉着阿龙准备回家的时候 阿尼亚行动了 邦德很想和那只狗狗一起玩吧 肚鸡 阿尼亚就这样 带着邦德冲到了西尔维亚面前 询问他狗狗叫什么名字 得知他叫阿龙后 更是感叹名字好帅气 还找西尔维亚请教起名秘诀 随后被告知 只是起名字点上最上面那个 拿来用而已 这样阿龙再次大受打击 好 来比一比 邦德和阿龙谁厉害吧 阿尼亚兴奋地提出挑战 见此情景的黄昏连忙阻止 却不料西尔维亚却对此很感兴趣 欣然应战 还用淳语告诉黄昏 就借这个机会 比比自己和黄昏 谁训练的狗更优秀 对于这个任性的竞赛 黄昏本来是拒绝的 但在看见西尔维亚说 如果你小子赢了 就取消这家任务后 态度骤变 一脸明媚 欣然应战 这令阿奎亚瞬间 哇哭哇哭了起来 狗狗比赛 采取三局两胜的制度 首先是障碍赛跑 到达终点 用时最短者获胜 西尔维亚觉得 自己身为一名牵犬师 在这方面 肯定不会输给黄昏 而后与阿龙一起 漂亮地完成了障碍跑 总用时39秒 就连阿尼亚也佩服地 称赞阿龙 真有两下子 接下来轮到黄昏和邦德 他们带着必胜的决心 全力冲刺 随后开始了杂技表演 在每一个障碍上 都成功做出了 教科书式错误示范 最终用时 两分十八秒 看得阿龙目瞪口呆 西尔维亚则颇为嘲讽地 询问黄昏 要不要直接弃拳 但遭到了黄昏和邦德的拒绝 接下来是寻回竞赛 最先寻找到对方四主 藏在公园某处的手帕 并将之回收者获胜 西尔维亚和黄昏 都消除了身上的气味 并将手帕藏到了 公园很隐秘的地方 因此无论是对于邦德 还是阿龙来说 这次比赛的难度都非常大 比赛开始后 两只狗狗全力调动嗅觉 但却一无所获 于是邦德索性直接放弃 让阿龙想方设法努力寻找 自己则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在邦德彻底摆烂的时候 他的肚子突然叫了 饥饿的邦德隐隐嗅到一阵 意大利面的香气 于是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走去 最终找到了香味的来源 公园长以下的手帕 这正是希尔维亚藏的手帕 之所以会有意大利面的味道 是因为希尔维亚到现在都没清理掉 身上粘着那根已经干掉的意大利面 就这样 邦德将手帕带到了希尔维亚面前 见自家狗狗如此争气的黄昏和阿尼亚 喜出望外 希尔维亚则沉浸在难以置信之中 就这样 比赛进入了第三轮 也是一决胜负的一轮 内容便是狗狗最喜欢玩的叼飞盘 接住飞盘距离最远的一方获胜 如果没能接住飞盘 那就直接算输 黄昏觉得偷飞盘考验的不仅仅是狗狗 还有丢飞盘的人 黄昏觉得这轮应该有胜算 这样邦德颇为尴尬 就在此时 有关不久后未来的画面突然传入了邦德脑海中 画面显示 希尔维亚和黄昏丢出的飞盘都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强风 调转方向吹回二人身边 一旁的阿尼亚也通过独心术看到了这段未来画面 并立刻露出了得意的尖笑 哼哼哼 这场较量 邦德赢定了 就这样 第三轮比赛正式开始 眼界飞盘丢出的阿龙迅速冲刺 邦德却不动如山 稳稳坐在原地 这样黄昏十分崩溃 就在希尔维亚觉得自己赢定了的时候 一股妖风突然吹来 就像之前邦德看到的那样 飞盘在妖风的影响下 调转方向飞了回来 黄昏差异的询问邦德 是不是预判到了风向 邦德则在阿尼亚一声令下之后 帅气出击 随后漂亮的上演了一出 连接飞盘的戏码 就这样 都没接到飞盘的阿龙和邦德 以平手告终 阿龙 玩得很开心吧 阿尼亚激动的询问阿龙 阿龙也乖巧的嗷嗷了一声 而后三个经历过实验的孩子 像普通的小孩和宠物一样 开心的嬉戏了起来 希尔维亚若有所思的 开着眼前幸福的画面 并对黄昏提起了苹果计划 说当时研究团队的一部分 有可能残存至今 黄昏追问 是否与德斯蒙旧政权有关 希尔维亚则告诉他 现在还不清楚 接下来会着手调查 然后叫回阿龙准备回家 大婶也玩得很开心吗 阿尼亚童言无忌地说着 见希尔维亚身上冒出了杀气 才连忙改口叫大姐姐 于是希尔维亚温柔地 抚摸阿尼亚的头 称自己确实很开心 还和阿尼亚约定 下次再一起玩 但心中已经暗暗决定 再也不用这个变装 回去的路上 希尔维亚似乎心情很好 哼着小雪向阿龙承诺 下班回来就把房间好好打扫干净 还强调绝对说到做到 这让阿龙的狗头里充满问号 巴林特市政厅内 卡米拉和米丽正因为工作做不完 无法下班而不爽 就在此时 约尔突然探出身子 选问要不要自己帮忙 此举令卡米拉直呼天使 但听到约尔说 是想报答他教自己做料理的恩情后 便没那么感激了 职员确实应该好好报答 与此同时 沙伦也很不情愿地 被米丽拉来帮忙 四人就这样开始了加班工作 工作中的沙伦突然找约尔闲聊 说他最近经常主动搭话 约尔则连忙表示 如果给人造成了困扰的话 自己会注意 于是沙伦立刻解释说 不是这个意思 约尔则思考起了自己与同事 渐渐相熟的关系 在此之前 为了隐瞒杀手身份 约尔总是避免与他人扯上关系 因此和同事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但如今需要隐瞒的事更多了 却反倒和同事的接触越来越近 就在约尔心里感慨真是不可思议的时候 沙伦换了个话题 问起经历校车事件的阿尼亚 有没有留下心理阴影 约尔则告诉他 阿尼亚活力如出 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此时 卡米拉突然回头 宣斥起闲聊的二人 催他们赶快工作 沙伦则不爽地回怼 轮不到你来说话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加班工作终于完成了 结束工作的约尔 率先提出告辞回家 米丽笑嘻嘻地表示感谢 还说约尔是个便利的工具人 肚子饿了的沙伦 则要求卡米拉请客吃饭 并要求约尔一起来 此举让米丽卡米拉非常意外 当然 他们也并不是抵触的意思 只是觉得和约尔一起吃饭 很是难得 考虑到作为正常人 和同事的交际很重要 约尔便答应了邀请 并表示需要给丈夫打个电话 让他别给自己准备晚饭 此举直接刺激了卡米拉 强烈的嫉妒心 气急败坏的吐槽 早知道不请你了 就这样 办公室四人组来到了餐厅 九过三旬 卡米拉吐槽起自己的男朋友 多米尼克 没有上进心和胜负欲 进入醉醺醺模式的约尔 也立刻复合说 还是大获全胜比较好 但舌头已经捋不直了 这样同事三人都大开眼界 吐槽原来前辈你喝醉了 是这种感觉 话说前辈家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你和你老公相处的还融洽吗 卡米拉好奇地询问起 约尔的家事 米丽也在一旁附和说 好想知道约尔和老公恩不恩爱 于是约尔只好红着脸表示 自己家还有个年幼的小孩 却被米丽反驳说 沙伦家也有孩子 但依然会照常亲热 不过这个说法遭到了沙伦的否认 强调自己并不是年老公的那种人 我和老艾德先生 一直过着相敬如宾的生活啦 见约尔强调自己和丈夫过得很和谐 嫉妒心爆棚的卡米拉和米丽颇为不爽 米丽脸上消息心 心里却只想说还是赶紧分了算了 只想听抱怨的卡米拉 则只言不讳地询问约尔 对丈夫有没有不爽 老实的约尔也认真思考起了这个问题 在醉醺醺的大脑中 疯狂检索生活细节 但想到的全是老艾德做饭 遛狗 狗物 收拾房间 还有帮自己办事的画面 随后告诉大家 真的完全没有不满 结果再次引爆了卡米拉和米丽的嫉妒心 卡米拉拍案而起 大喊不可能 还说老艾德一定是结婚欺诈师 提醒约尔不要被骗了 米丽也附和着说 这世上根本没有那种完美爱人 让约尔在被偷光资产前赶紧离婚 急得约尔不停否认 毕竟在他看来 真正的婚姻欺诈师其实是自己 正常来说都会有办法吗 约尔好奇地询问同事 于是三名同事滔滔不绝地控诉起了自己对伴侣的不满 卡米拉说当然会有 比如约会总是迟到很久 还嬉皮笑脸的出现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 自己都恨不得当场把男朋友宰了 米丽则表示恩爱只存在于初期阶段 每当男朋友对自己的爱好指手画脚的时候 自己都很想一刀捅死他 已经结婚的沙伦更是告诉约尔 住在一起后不满就更多了 自己家那口子划钱大手大叫 有成天一堆借口 总会让他萌生出杀意 听完了同事们的抱怨 醉得不清的约尔只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人一旦找到对象后就会变成杀手 店长都没告诉过我这些事 结婚前救赎杀手都我果然把相差 我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要不要和卡米拉小姐她们商量一下 经济公主的事情 她行 冷静一点约尔 她可以这么做 要拿出偶的演技 整出结婚以后才变成杀手的样子 带着这样的想法 约尔开始对同事胡说八道 称她时不时就会对丈夫萌生杀意 比如自己喜欢甜一点的欧姆蛋 但劳埃德很注重阿尼亚的身体健康 所以总是不会做得太甜 然而 这个理由却并没有得到三人的认同 同事纷纷开始吐槽 月儿爆点太低 人家既然做饭给你吃 就不要抱怨了 还说这一听就是谎话 真说不出不满就不要勉强了 说真的 我们每天都要拿到副奖头来捅去 炒到爸卡开交 恨把他把对方撕成两端 这是极其正常的家庭 请你们相信我了 从此 我对老爱德的一切都充满了爸妈 月儿越说越离谱 同事一开始还吐槽说 这样一点都不正常 后来索性直接敷衍地附和说 对对对对对 这样月儿更加紧张 为了不被举报到当局 月儿决定借助酒精的力量 证明自己对丈夫真的充满杀意 在好饮一杯后 瞬间切换成了经纪公主模式 拿着餐刀离开饭桌 找到花园店长 向他讨要杀死丈夫的许可 理由是为了维系普通婚姻生活 见月儿如此坚定 花园店长便同意了他的申请 就这样 经纪公主月儿来到了丈夫老爱德面前 一场生死较量即将展开 月儿小姐 居然因为欧姆蛋这点小事就来杀我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你坐着 老爱德先生 欧很正常 为了把人大家知道欧素杀手 欧必须杀掉你 不要啦 母亲母亲 不要吵架 阿尼亚会吃甜甜的欧姆蛋 求求你们快别打了 以上情节均发生在月儿的大脑中 想到阿尼亚会难过后 月儿立刻放弃了计划 嚎哭着回到餐桌 一文正经的告诉同事 这样不可以 不明真相的三人则突然大笑起来 撑在月儿的单口相声说的不错 还说大家都已经知道 你们小两口恩爱的不得了 并决定赶快将月儿放回爱的小巢 看他在这儿秀 简直太没意思了 反正回去之后 你们俩一定会各种亲热秀恩爱吧 我才不会 哎呀 像是我回来了 亲亲之类的 才不会那么做 又或者一起洗澡之类的 才不会一起洗 面对同事的调侃 月儿急得胀红脸颊语无伦次 还不停对着空气垂首收 看着同事直呼好可爱 随后又一本正经的讨论起了回家文 不过 我回来了亲亲这种程度的夫妻互动 还是很正常的吧 是啊 就算抱有不满 回到家也还是会拨一个 正常来讲 不拨一个的人应该没有吧 听到这里 月儿又是一脸阴沉 带着不拨一个不正常的想法 纠结地走回了家 三个同事看着月儿远去的背影 不禁讨论起了 他回家后会不会亲 米利压住25庞特说不会 沙伦则觉得 大家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 毕竟月儿真的有够纯真 光看他的样子 自己都不自觉地会害羞起来 卡米拉则表示 聊起来后才发现 月儿这人意外的有趣 就这样 三人决定下次吃饭 还叫上月儿 月儿则已经回到了家 并一如既往地 得到了老埃德的迎接 听说月儿与同事聚餐的老埃德 颇为欣慰 在心里感慨 他的职场人际关系 终于得到了改善 看着老埃德温柔表情的月儿 则涨红了脸 35话出现的心动指数表 也再次浮现 并在月儿反复思考 回家亲亲后瞬间炸裂 月儿因为醉酒和心动指报表 险些摔倒 好在老埃德及时抱住了他 你喝多了哦 月儿小姐 见老埃德微笑地关心自己 月儿第一反应就是要被欣了 于是第二根心动指数表浮现 就在指数再次濒临爆表的时候 月儿突然想起了 上次踹飞老埃德的一幕 为了不让丈夫再次受伤 月儿奋力向后一蹬 脑袋稳稳摔进了地板池中 吓得老埃德一脸懵逼 不解地询问月儿到底喝了多少才醉成这样 父亲和母亲听热的声音真是吵死了 呼 酒醒后的清晨 月儿呆呆地睁开眼睛 随即便想起了昨天回家时出尽养香的丑态 并因此尴尬地不好意思见丈夫 而此时的老埃德正在催促阿尼亚吃早餐 因为阿尼亚今天约了贝基去动物园玩 就在阿尼亚吃完早餐换衣服的时候 贝基敲开了福洁家的门 早呀小阿尼亚 早上好呀老埃德殿下 老埃德殿下您今天吃的什么 老埃德殿下您今天要一起去吗 老埃德殿下您的便当我已经准备好了 见贝基没完没了地问候老埃德 管家玛莎索性直接捂住了他的嘴 向老埃德道歉 就这样 阿尼亚在乱哄哄的气氛中告别了父亲 月儿也在此时走出了房门 见妻子醒来的老埃德关切地打招呼 感慨他今天起的比平时晚不少 询问昨晚睡得怎样 在老埃德看来 月儿醉醺醺醺回家的情况十分罕见 要么就是聚餐时玩得很开心 要么就是相反的情况 他本想顺着睡得怎样这个话题了解一下情况 但此时的月儿依然没有从昨天的困扰中走出来 坚信夫妻互相存在不满才是正常的 因此将老埃德的关心理解成了对自己睡懒觉的不满 还在内心感叹老埃德不愧是结过婚的过来人 随后下定决心也必须装出不满的样子 让老埃德认为他是因为对付结家不满而结酒消愁 并立刻摆出了不爽的表情 这让老埃德瞬间恐慌了起来 那个 约尔小姐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满的话 还请不必客气 但说无妨 开门见山询问原有的老埃德温柔地询问约尔 但这番话却被约尔理解成了 老埃德对他没有表现出不满这一点非常不满 于是再次疯狂在大脑中检索自己对生活的不满 再绞尽脑汁都想不出答案后 约尔决定先含无其词地搪塞过去 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所有 所有都很不满 我对这种生活的一切都很不满 约尔的话令老埃德遭到了仅次于阿尼亚德雷的打击 更令他绝望的是 此时尤里好巧不巧地来到了付结家 并在听到约尔控诉生活后 露出了老埃德同款晴天霹雳表情 老埃德付结 你小子对姐姐做什么 尤里愤怒地质问老埃德 见到弟弟的约尔则告诉他 要在家好好敬仰别到处乱跑 因为尤里前阵子告诉他 自己被卡车撞到了肩膀 那点小伤 在和姐姐讲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好了 比起那些 我应该说过的吧 老埃德付结 你要是敢把姐姐弄哭 我就一定会教你出 我一定不会轻饶你的 面对质问老埃德的尤里 约尔紧张万分 连忙解释说并不是那样 在他看来 虽然对于正常家庭来说 夫妻彼此不满是理所当然 为了装门面 一定要表现出不满 但在尤里面前 却不能装得这么正常 就在约尔为此困扰的时候 尤里突然想通了 对哦 如果姐姐就这样 变得讨厌这个家伙 然后跟他分手 不是正合我意吗 既然如此 姐姐 跟这家伙分手吧 我们现在就去递交离婚申请书 尤里一脸认真的 损恿约尔离婚 这令萧行动遭遇重大危机 好在约尔明确拒绝了 弟弟的提议 于是老埃德决定 要想方设法 从改善关系入手 他询问约尔 是不是一直都对生活 抱有不满 却不了约尔的回答是 并没有 不满只是从昨天开始的 听闻此言的尤里 再次扎毛 愤怒地质问老埃德昨天对姐姐做了什么 即使约尔反复解释并没有什么 也无法平息其怒火 而此时的王牌间谍老埃德 竟也恐慌了起来 这才糟了 万一是生理上无法接受这种情况 就很难采取对策 不 冷静点黄昏 事出必有因 快想起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不 完全没有头绪 是有什么没注意到的疏忽吗 说起来 我们昨天就只有早上稍微交谈了一下 之后几乎都没有什么互动 剩下的可能性 就是约尔小姐在工作单位或同事聚餐的时候 被关注了什么关于我的闲言罪语 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和她的同事有过接触 难道说 她的那些同事其实是东国的间谍 知晓了我的真实身份 不 放下定论是很危险的 黄昏 思前想后 也找不到任何头绪的劳埃德 倍感困扰 站在一旁的游里 表情也越来越恐怖 仿佛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狠狠地瞪着劳埃德 命令他给约尔道歉 谁曾想此句竟歪打正着的 给劳埃德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劳埃德对无论如何先道歉的行为深表认同 觉得这种时候确实应该先承认自己的错误 等对方冷静下来再收集改善关系的情报 于是立刻向约尔道歉 然而 事不随人愿是福洁家的传统 此时的约尔依旧满脑子都是和丈夫一起制造不满 伪装正常夫妻 因此告诉劳埃德自己并不是想让他道歉 完全不是 这番话在劳埃德和尤里看来 完全就是拒绝接受道歉的意思 于是尤里煽风点火地警告劳埃德 不要以为道个歉就能解决问题 劳埃德也只好更加郑重地对约尔道歉 说自己一定会用行动表明诚意 并发誓再也不会做出让约尔难过不满的举动 这番道歉终于让一直伪装不满的约尔真心实意地不满了起来 就是这种地方 真是的 无法对丈夫不满的约尔不满地控诉着不想让他不满的丈夫 完全不清楚姐姐在不满什么的游里 也不满地附和着不满的姐姐 搞不懂妻子为何不满的劳埃德则不敢不满 满头问号地追问约尔究竟是哪里不满 就在福洁家因不满这个话题越来越混乱的时候 约尔当即立断 让一直插嘴添乱的游里安静一点 强调这是自己和老埃德夫妻间的问题 此举直接让游里遭到暴击 视魂落魄地瘫倒在沙发上 嘴里还不停念叨着 这是他们夫妻间的问题 火是电动炮爱是鬼 而此时的老埃德也从刚刚的混乱中回复了理智 差点忘了 就算是那家伙 好歹也是安保局的人 必须在约尔小姐不小心暴露我们是伪装家庭之前 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老埃德思考这些的时候 家里电话铃声突然传来 接电话的约尔礼貌地表示 这里是福洁家 随后告诉老埃德是医院打来找他的 就在游里因姐姐说福洁家三个字 深受打击的时候 老埃德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医院那边有急事 他需要立刻赶过去 在游里看来 这意味着自己接下来可以享受和姐姐的二人世界 而对于约尔来说 这也同样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通电话给他提供了表达不满的契机 就这样 约尔模仿着沙伦抱怨丈夫的措辞 开始对老埃德表达不满 休息室把家人丢在一旁 跑去工作什么的 真是太过分了 我对你那种特别重视病人的态度 十分不满 努力伪装不满的约尔让游里以为 他很想天天和老埃德腻在一起 于是再次遭受暴击 老埃德却没有继续安抚约尔 而是诚恳地反复道歉 说等自己忙完回来再好好谈谈 随后立刻离开了家 因为医院那边传来的 是紧急突发事件代码 病例号1399的消息 这比约尔不知所云的不满 更需要优先处理 老埃德离开家后 约尔心情愉悦 因为他认为刚刚的不满 流露得十分自然 很有普通棋子的感觉 游里应该也会觉得 二人是再正常不过的夫妻 然而 随机拉约尔一起去订烧 心里暗想 一旦目击到出轨现场 就直接将老埃德丢进监狱 对于尤里的跟踪怂恿 约尔本想拒绝 但听到尤里反问 这都不在意 还算服气吗 便犹豫了起来 久劲未退的约尔转念一想 感觉这正是产生不满的天大机会 于是便答应尤里一起订烧 二人就这样 跟上了老埃德 尤里提醒约尔 要注意别被发现 跟老埃德适当保持距离 就算对方停下脚步 自己也不能停下 这样约尔不仅感叹 尤里好专业 尤里则连忙解释说 只是凑巧 因为自己和急娃娃丫头 一起看动画片的时候 演到过跟踪桥段 在尤里看来 跟踪外行人 简直不能更容易 约尔也在心里感慨 自己其实十分善于消除气息 令二人没想到的是 老埃德这个跟踪对象 远比他俩更加专业 第一时间便意识到了 二人的存在 并打算在医院里甩掉他们 此时 小巷里巧装打扮的中卫 进入了尤里的视线 并对他打出了 紧急召集的信号手势 接到命令的尤里 只好告诉约尔 自己想起了一份紧急文件 必须今天处理 麻烦姐姐自己揭发罗迪的罪行 随后大声道歉 慌忙离开 发现尤里离开的老埃德 也意识到了安保局有动作 并在约尔的跟踪下 来到了医院 见丈夫确实是去医院 约尔终于确定 老埃德没有出轨 但又因为没法产生不满 而困扰了起来 啊 我到底在想什么 不满这种东西 当然是没有才最好 就这样 酒彻底醒了的悦尔转身回家 就在老埃德因此松了口气的时候 叶维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消息 那是等级三紧急状况危机 西国对东科总部排查内奸的行动 前些天终于有了结果 虽然彻底查明并锁定了对象 但对方却在发现前就销声匿迹躲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多份机密文件也被对方一并带走 其中一份记载了西国情报人员 在东国境内工作地点的加密地图 并且上面还包含了一部分 与销行动相关的信息 如果这份文件落入东国之手 并被破译出来的话 包括黄昏也围在内的西国情报人员 生命恐怕也会受到威胁 此时的东国国家安保局内 尤里 中卫等街道紧急召集而来的秘密警察们 正严阵以待地站在领导面前接受命令 据说潜伏在西国的四科谍报员 会带一份大礼回来 但现在那家伙正遭到追捕 所以你们跟四科合作 只要他进入我国境内 就立刻确保其人是安全 绝对不能让西国接湖了